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澳洲股市呢 我相信今天开盘也是会有所下跌 受中美股市的影响 因为G20峰会在即 澳元兑美元呢 依旧是在0.6950附近徘徊 黄金呢 站在1400美金以上 目前是1421美金 比特币呢 也站在11000美金以上 避险产品继续价格上升 那么今天的内容 我们从一个小故事开始 是什么故事呢 我在知乎上看到的 说是一个老太太 拿了50万美金的现金 去这个银行要存款 结果呢 VIP市的这个总裁啊 就接待了这位老太太说 哎 这是您全部的财产吗 老太太说 非常轻视的笑了一下 说不是的 这我平时比较喜欢赌博啊 这只是我最最后一次啊 就刚刚的一次啊 占利品 那么总裁就不太相信啊 老太太就说啊 那你敢不敢和我赌一件事情呢 我赌你明天早上啊 屁股上面会有一个三角形的胎记啊 这总总裁摸了摸屁股 感觉啊 这个我自己知道 你怎么可能知道呢 所以说肯定啊 那就赌吧 赌多少钱呢 老太太说啊 那就赌50万美金吧 啊 第二天 老太太啊 如约就来到了 这个 VIP 啊 贵宾室 然后呢 带了一位律师过来 啊 跟这个总裁说啊 我这位是律师啊 麻烦帮忙鉴定一下 看看那个总裁的屁股上到底有没有这颗三角形的这个胎记 啊 总裁笑了一笑 然后脱下裤子给这个律师看了一下 然后律师大惊失色啊 为什么呢 啊 果然 首先第一没有胎记 这个老太太输了 对吧 要给这个总裁50万美金 总裁非常开心 但是呢 律师脸色非常难看 因为律师呢 跟老太太的打赌事啊 这家银行的总裁竟然会当着老太太的面啊 脱下裤子 给老太太检查屁股 所以说呢 这样的话 律师就输了150万美金 老太太净赚100万 所以说呢 很多人说金融市场是有风险的 那么这个风险啊 只不过是大家不知道 风险的本身是什么 看不见风险背后的这个实质性的内容 但是在有的人来讲的话 包括我们之前推荐的准确率那么高 都是因为我们找到了背后的一些根本逻辑 而这些逻辑呢 可能因为我们的视野比较狭隘 或者是判断的比较片面啊 我们只看到了全局中的一个局部 那么对于局部来讲的话 我们看不清整个金融市场的逻辑关系 那么就像这位律师 或者是像这位银行的总裁 那么他们呢 赚的只是一部分的小钱 赚钱呢 也只是凭运气 亏钱呢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说云里雾里 那么GoMix一直秉承的信念呢 就是受人鱼不如受人鱼 所以说希望大家呢 能够在金融市场上 伴随着这个股市也好 外汇或者是黄金呢 能够茁壮成长 不一定每笔交易都赚钱 但是呢 我们在亏钱赚钱的这个涨涨跌跌的市场里面 能够不停的去成长 另外呢 我们今天介绍了一个股票啊 就是Nearmap N1 ARMAP 是一家做地图的 这家公司呢 最近有几个客户提到了 所以说简单的讲解一下 为什么提到这个呢 大家因为都在根据我们的这个号召啊 都在找科技股啊 或者说是在澳洲有发展前景的 被低估的一些科技股 目前这一支啊 也算是科技股票 但是呢 它跟谷歌的地图不可同日而语 那么谷歌来讲的话 应该是全球最大的这个地图 包括它有自己的这个 在天上飞的这些汇图的一些卫星啊 定位系统 但是呢 Nearmap还是差的比较远 它呢 我不知道 目前不知道数据是怎么来的 但是呢 从表面上看的话 应该是从谷歌接入的一个API 接口 那么只不过谷歌因为本身足够大 所以呢 商业化的一些地图业务呢 就放弃了 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做 但是呢 这样的话就会给一些小公司 找到一些盈利的商机 所以说呢 这样的没有核心竞争力的一个公司 只是靠商业模式来讲的话 它的股价呢 我们就不在推荐的列表里面 所以说呢 昨天这家公司的股票下跌了差不多7.77% 在下跌排行榜的第二位 所以大家买股票呢 本身我们就是本着做这家公司的股东去的 大家一定要买有竞争力的 或者是垄断的 什么是垄断 就是我有的 其他人没有 大家只能在我这里买 其他人超越不了我 这样的公司呢 就值得我们去做中长期的投资 好 谢谢大家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这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